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20号,星期一 那今天呢,狗哥是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个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啊 在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啊,能够得到控制 但是呢,可能呢,这个呢,只是一个希望啊,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 那武汉的肺炎疫情啊,这场瘟疫的这个现状啊 现在的事实是这个已经从武汉扩散到了整个中国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又是这个中国春运的高峰啊 好几亿人在中国这个大规模的流动啊,都在回家过年 而且呢,这个春节期间又是这个走亲访友啊 还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人员的流动啊 所以呢,这个瘟疫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未来的几周啊,一个月甚至说几个月啊 他在中国的这个传播的状况啊,造成了灾难啊 那大家呢,就可以想象了 那为什么狗哥是非常一厢情愿的希望在今天呢,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啊 就是因为在今天凌晨,这个武汉的卫生防疫部门啊 相对于武汉政府,他是更新了这个疫情的数据啊 最近两天,武汉呢,就新增了136名确诊的患者啊 那在这之前差不多的一个月,武汉呢,一共才公布了大概50多名的这个确诊的患者啊 那从前天到昨天,才两天的时间,就增加了136人啊 那这个数据的这个非常剧烈的变动,说明什么啊 说明这个武汉当地政府啊,他可能是不再隐瞒这个真实的数字啊 开始披露有关这场疫情的一些比较真实的这个状况 而且呢,也是从这个昨天到今天啊 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北京啊,包括广东 也都是报告了这个武汉肺炎患者的确诊的病例啊 那最近看狗哥频道的网友都知道啊 在昨天之前,武汉的这场肺炎的病毒啊 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病毒呢,它是很有党性的啊 很爱国的,只是在武汉的这一个地方传染 然后呢,只从武汉这一个地方传染到中国之外啊 传染到香港,传染到日本,传染到泰国啊 到这个韩国 但是呢,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其他的城市是完全不传染啊 所以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非常的严于滤脊啊 很爱国的病毒 但是啊,现在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地区 在北京,在广州 终于呢,是都有这个武汉肺炎患者确诊的病例啊 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啊 这个呢,狗哥认为呢,就是说明这个中国政府啊 这个从中央政府的层面 真正的是开始重视啊,这场瘟疫 那武汉之外的其他的这个中国地区 以前呢,当然不是没有啊 肯定是有 而且呢,还很多啊 那以前呢,只不过说呢 他是这个不检测啊,不报告 那现在,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是重视了啊 要求啊,或者说是这个允许啊 其他这个地方来报告了啊 所以呢,这个武汉之外的数据呢,就出来了 而且呢,这个可以肯定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啊 这个数据呢,会更多 今天,呃,其实已经是 狗哥呢,在频道里啊 第五次聊武汉的这个肺炎疫情啊 最早向大家报告情况 就是在2019年的12月31号 去年的最后一天 也是这个武汉的肺炎疫情刚出来的时候啊 后来呢,在这个频道里呢 又不断的提 提醒这个中国的网友呢 一定要重视这场疫情啊 因为中国政府呢,他肯定在隐瞒这个真实的情况啊 那政府不给力,所以呢,网友自己呢 就一定要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啊 那今天显示出来的情况 是中国政府呢,终于是开始重视啊 这场疫情啊 终于开始这个采取跟17年前啊 这个比较类似的对付这个SARS的措施 来应对这场灾难啊 当然了,这肯定不是说他们看了这个狗哥的影片啊 良心发现了才要这个认真应对的啊 狗哥呢,没那么大影响力啊 狗哥的判断主要就是1月17号啊 来自英国的一份评估报告啊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这个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 他在17号呢,是公布了一份评估报告啊 认为这个虽然中国政府公布了这个啊 仅仅是公布了41例武汉肺炎的这个确诊的病例 但是呢,这个研究中心呢 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评估啊,他是认为这个实际的数字啊 实际的已经感染了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患者啊,可能要接近1700例 那英国的这个全球传染病研究中心 他是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咨询的啊 具有很高的这个公信力和权威性 所以呢,他的这个评估报告一出来 在全世界的主要媒体啊 都是这个纷纷的转载和报道啊 那美国根据这种情况是马上宣布从当天开始啊 就是从17号开始 在旧金山,在洛杉矶,在纽约啊 这些主要的机场 对来自中国武汉的航班 要采取这个严格的发热检测措施啊 防止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啊 传到这个美国 那狗哥的判断啊 主要就是这个评估报告 引起了这个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视啊 这才开始要求各个地方政府要重视这场疫情啊 即使报告这个传播的情况 采取跟这个SARS比较类似的应对措施啊 那中国的很多事啊 其实呢,他就是这样啊 中国的很多问题 中国人反映情况 要求解决问题啊 没用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啊 他根本就不会重视啊 但是啊 同样的问题 外国人一说话 他就不一样了啊 中国政府就会重视了啊 中国大陆的网友可以留言说一下 是不是这样啊 小到在中国这个丢手机 丢自行车 丢钱包 那中国的普通人丢了这些东西 你去派出所报警 那警察是不是懒得理你啊 绝对不会认真帮你找 但是呢 如果是外国人啊 杨大人的手机丢了 特别是白人啊 特别是来自这个发达国家的白人 那狗哥可以肯定 中国的警察会马上调监控 分分钟给杨大人的把东西找回来 其实呢 从大的方面讲啊 中美贸易战 贸易谈判 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这个中美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了 中国的官媒 包括信华网 都在转载一个观点啊 这个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 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 但仔细想一下 很多又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正要做的 那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感觉有点贱啊 美方的要求是这个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应该做的 但是你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主动去做啊 反而是需要这个美国人加关税来逼你做啊 美国人在这个屁股后边抽了鞭子啊 你走两步再踹两脚你中国才能继续改革开放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 那中国政府对待外国人啊 跟对待中国普通人 那就是这个差别啊 但是呢 狗哥也必须要说啊 现在呢 这种情况呢 也开始有些变化啊 那中国现在厉害了 牛逼了啊 这个也可以这个敢抓一些洋人了啊 另外呢 对待新疆的少数民族啊 比汉人也要凶了啊 这个呢 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变化啊 但是啊 这个洋人说话啊 比中国人管用 这个基本的情况 在中国呢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啊 那昨天呢 狗哥是进行了第一次的直播啊 我爱问狗哥这个栏目呢 第一次的这个测试直播 直播刚开始 狗哥呢 也是说到了武汉肺炎的最新的情况啊 那在直播的过程里啊 狗哥就发现 这个很多中国大陆的网友 好像呢是对当年的SARS 不是很清楚啊 特别是当年的这个SARS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中国政府 隐瞒疫情的那个情况 那这些网友 是不是都是中国的这个 90后 00后 这个2003年 中国SARS 这个大爆发的时候啊 他们还是未成年人啊 可能呢 还没有太多的这种记忆 那2003年啊 这个17年前的 中国SARS的疫情 对于狗哥这样的这个中国的80后啊 还有年纪更大的中国人来说啊 另外还有香港人啊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啊 当年的那场疫情 应该的是从2002年的11月开始出现的啊 但是呢 一直到第二年 2003年的4月 那中国政府呢 才开始这个比较全面的公开疫情啊 整个世界才突然发现 原来这场瘟疫的那么严重啊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隐瞒啊 一直会隐瞒长达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呃 中国政府为什么隐瞒疫情 狗哥就不用多说了啊 因为这个原因太简单了 因为这个 呃 任何政府任何权力机构啊 他一旦是出了问题 第一个考虑一定是要隐瞒啊 要掩盖啊 不让问题暴露出来 这个呢 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啊 只不过呢 在这个民主的体制下呀 现在的这个文明社会 有这个民主监督啊 有新闻自由 呃 这些国家政府啊 他不敢隐瞒啊 因为你隐瞒眼干问题 一旦被这个媒体曝光了 你这个政府领导人就完蛋了啊 就要这个负责任下台的啊 所以呢 在现在文明社会啊 民主国家 政府呢 他不是不想隐瞒啊 是不敢 这个呢 就是民主制度 他能够发挥的作用 但是呢 在这个非民主国家啊 像中国这样的 社会出了大问题 这个中国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也包括 各个层级的这种基层的政府 第一反应 肯定是隐瞒啊 是维稳 而且呢 他们可以这么干啊 因为缺乏监督 所以呢 2003年的非典啊 SARS疫情 那中国政府呢 刚开始就一直隐瞒了五个月 那当时呢 同样也是这个外国人啊 质疑外国媒体报道以后 中国政府呢 发现这个实在瞒不下去了 才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通报这个真实的情况 这儿呢 狗哥必须要提到一位 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中国人 他叫蒋燕勇啊 当时呢 是北京301医院的一名医生 他在这个医院内部工作呀 能够了解到SARS疫情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他就发现和中国政府 对外公布的这种情况差别很大 然后呢 他是首先呢 把这些情况呢 告诉了中国的央视啊 CCTV 呃 还有凤凰卫视 但是呢 这两个机构呢 都没有理他啊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 然后呢 他才把这些信息告诉了美国的媒体 华尔街日报和这个时代周刊 这样呢 才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 在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 当时的中国政府呢 才不得不公布了这个SARS的比较真实的情况啊 当时这个中国政府的卫生部的部长 还有北京市的市长啊 也是被勒令辞职 但是呢 这位蒋燕勇医生 从那以后啊 他在中国呢 就成了一名这个持不同政见者啊 他的出行 跟这个外媒的接触啊 经常是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啊 这个呢 就是中国啊 中国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17年前啊 2003年的SARS疫情 中国政府呢 是不重视啊 隐瞒了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次 武汉肺炎的疫情 中国政府呢 是隐瞒了差不多一个 一个月的时间 那大家说 这17年里 中国政府是不是还是有一点进步的 还是说呢 从根本上来说 没啥进步啊 呃 狗哥是相信呢 从中国这个医疗系统呢 硬件水平上来说啊 各种医疗设备啊 医护人员的水平 那肯定是比这个17年前啊 有这个很大的进步 有很大的改进 所以呢 狗哥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希望 这个这些改进呢 能够对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的这种应对啊 有一些帮助 这些呢 是有进步的这个方面啊 退步的方面 就是对这个中国人言论自由的打压啊 2003年 SARS大爆发的时候 那中国那时候呢 还没有什么这个社交媒体啊 全世界都没有什么社交媒体 只有这个网络BBS 当时啊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BBS上也是有一些反应 这个SARS疫情的 呃 帖子呢 大家呢 在进行讨论啊 也是出现过这种删帖的情况 但是呢 当时呢 还没有什么网警啊 警察呢 也基本上不管 这个互联网上的这种言论的情况啊 只是删帖 不抓人 但是呢 现在啊 武汉的肺炎疫情 不仅是删帖 还抓人啊 对不对 这个武汉的肺炎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武汉警察就查处 传唤了至少八位 所谓的这个散布谣言的网友 那在这个方面 狗哥认为呢 跟17年前相比较啊 是一个很明显 很严重的倒退 当时呢 没什么网络警察 对于这个互联网上的言论呢 只是删帖不抓人 但是现在呢 你删帖呢 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 还有这个什么AI啊 人工智能啊 帮忙这个审查内容 帮助删帖 而且呢 不仅是删帖 封号 还有这个网络警察 到现实生活里抓人 这个呢 就是中国言论自由的 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 很明显的证据 其实呢 这个即便是从今天开始 这个中国政府开始重视 公开武汉肺炎的疫情 那狗哥认为 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媒体环境下呀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基本上 中国是媒体都姓党了啊 跟17年前相比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倒退啊 那在这种媒体环境下 中国政府呢 不可能做到疫情的 这个完全透明化 它还是会有隐瞒 所以呢 这个最后呢 再讲一个笑话 其实也不是笑话 就是武汉的这场肺炎疫情啊 到今天为止 中国政府的官方口径 还是这个可防可控啊 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疫情 可以预防 可以控制 狗哥必须要说 这个呢 是一种典型的官方的套话 废话啊 这种非常陈旧的这种表达方式啊 其实中国的一些自干武 他们自己都接受不了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 这位叫烧商超人阿宝啊 他是中国网络上 有一些名气的这种自干武啊 也是北京的一名医生 他就说了啊 这次的武汉肺炎 你病毒来源不清楚 传播途径不清楚 是不是能人传人 不确定 会不会出现 这个病毒的变异 不好说啊 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呢 中国政府的专家呢 就可以下结论 说可防可控 那大家说 这是不是讲笑话啊 是不是太不把这个中国人的 人命当回事了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再一次提醒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啊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 春节期间万事小心啊 好了 现在请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明天见 拜拜